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就是呢 柬埔寨的其實有五個地方 千萬不要去 據報導啊 那裡發生了許多不尋常的事件 警衛人員也說他們曾在晚上聽到 聲音聲和舔令嘎嘎作響的聲音 美國前十區位網Listverse 曾在2017年把這座博物館列為 地球上最可怕的地方之一 沒錯 我們的30萬訂閱座面TZ 終於出來啦 耶 大家看到我身上呢 就是黑色 給大家看一下黑色的樣子 沒錯 就是各一半的學弟弟 看他可愛 然後這次呢 我們會有黑色以及白色喔 那總共分四個size SM、L跟XL 大家可以對應自己的size去購買喔 那這次呢 我們除了有預購呢 也有預購理由 就是這個 SHOW弟弟的明信片 這個是限量的喔 所以大家呢 記得要趕快去預購喔 預購連結放在這個影片下面 大家趕快去預購吧 支持我們 預購連結按起來 YA 大家好 歡迎回到Shake & 啷雞腿 薛姊 薛姊在這裡 你為什麼要跟我 我穿一樣的衣服 你為什麼要卡那麼久 你也在卡 你為什麼要 穿一樣的衣服 我穿的是我們SHOW弟弟弟肯雞腿 三十萬紀念的T恤喔 三十萬訂閱的T恤喔 三十萬訂閱的T恤 買了沒 記得去預購喔 然後我們有黑色還有白色 對 預購連結 也在下方 大概預購起來喔 對 好 沒錯 今天開場 我們先來問大家就是 大家知道 柬埔寨嗎 好 那最近新的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非常多的台灣人呢 被騙去柬埔寨 就是可能什麼高薪的工作對不對 然後結果呢 到那邊呢 就是好像一下飛機呢 就被沒收護照 沒收手機 然後呢 做一些詐騙的工作 那如果你不服從 做詐騙工作的話 你就會被毆打 然後甚至可能 一直轉賣公司什麼的 就會被 有點像什麼 人蛇集團 對對對 反正就是被當作一個 物品賣來賣去的這樣 也有人甚至是要侵犯這樣 然後呢 就是有這種警察 就是在機場舉牌 就是說 不要去柬埔寨 工作什麼的 就是不要被騙 大家要小心一點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講到柬埔寨呢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就是呢 柬埔寨呢 其實有五個地方 千萬不要去 就是那種 鬧鬼靈異的地方 千萬不要去 否則呢 可能會發生靈異事件 或是生命可能不保這樣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看 究竟是柬埔寨哪 五個地方 然後 聽說呢 好像都是鬼屋喔 對 其實呢 各個國家都有那種 恐怖的鬼屋 所以呢 我們大家一起來看 柬埔寨這五個地方 我們看是究竟是怎樣 再看到最後喔 好 看上面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就趕快來訂閱我們的 平方開啟的鈴鐺 對 然後接著我們IG 一定要追蹤喔 大家歡迎支持我們 當然來看 小姐感謝支持我們 對 也可以點選那個 柬埔寨的預購連結 預購起來 邁一起來 好 那我們馬上來看 今天這節目在五個 地方是究竟是什麼地方 我們來看 多恐怖 來, let's go GO 好 第一個地方呢 叫做 土司連屠殺博物館 土司連屠殺博物館 是柬埔寨首都金邊附近的一所博物館 欸金邊就是這次的那個嘛 詐騙的地方嘛 啊是首都耶 哇 在紅色高別時期啊 這裡是著名的 第21號安全監獄 簡稱S21 在大約2萬名囚犯中啊 只有7人倖存喔 那些相信人死或有靈魂的人們啊 認為遭受酷刑和處決的受害者的靈魂們 一直在S21內漫遊 博物館公眾人員每年兩次呢 邀請真旅呢 在博物館巨星儀式 調念遇難者的亡靈 據報導啊 那裡發生了許多不尋常的事件 警衛人員呢 也說他們曾在晚上聽到 聲音聲和舔令嘎嘎作響的聲音 美國前十趣味網 Listverse 曾在2017年 把這座博物館列為 地球上最可怕的地方之一 僅次於巴黎的地下墓穴 喔 等一下 講到地下墓穴我也有點好奇 喔 喔 雖然裡面有很多人的骨頭耶 喔 好像是受害者的 對 人頭骨頭這樣 他也算是柬埔寨的集中營 然後他現在就是個博物館 就是如果你有去柬埔寨的話 可能可以去那邊看看 但就記得小心一點 因為那邊很多靈異事件這樣 那個吳哥窟 是不是在柬埔寨 對 好 那這是第一個 柬埔寨呢 千萬 小心要去的地方這樣 好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呢是 甘拉省戰城旅館 戰城旅館附近呢 曾經發生過數百起交通事故 很多故事在民間流傳 比如那是晚上十點 我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突然呢 一輛自行車撞到了我身上 我沒來得及避開它 而跌倒了 然後那輛自行車呢 就突然憑空消失了 許多人聲稱啊 他們在該地區旅行時呢 經歷過相似的事件 什麼 所以呢 那邊發生過很多靈異事件 是不是 有沒有人去過這裡啊 就是甘拉省戰城旅館 或是剛剛講到的那個 土司連屠殺博管 沒有人去過 可以的人告訴我們 喔有個車要撞它 然後它一閃過它 然後回頭看那個車就消失了耶 會不會那邊是什麼 零度空間 或是那個叫什麼 時空的洞之類的 喔 翻越時空 這個旅館的附近 發生過很多交通事故了 它其實長得很正常耶 只是附近可能怪怪的這樣 好那大家留個對的想法喔 下一個是傍青陽省鬼屋 它最初呢 是建在五號國道上的 一座高棉木房子 但在幾年前 房子變得太破舊後啊 一座水泥七層的神社呢 就建在了原址上 明星的柬埔寨人呢 會在經過這所房子時祈禱 或在入口處呢 留下祭品 據該地區的人說啊 這背後有一個可怕 但真實的故事 房子原來的主人啊 是一對年輕的夫婦 有一天呢 他們做了一個夢 夢見一個鬼 要用三兩銀子呢 把房子買下來 這對夫婦同意了 當他們早上醒來時 發現金子就在門外 然而呢 他們不顧鬼魂的警告 拒絕搬出去 直到有一天呢 他們在附近的田野裡醒來 隨身攜帶著財物 從那以後呢 他一直是空的 裡面沒有任何灰塵 2005年的一部 兼不在電影 就是根據這個故事改編的 並在鬼屋裡拍攝 他們夢見啦 他們夢見有個鬼 要跟他們買房子啦 但是他們醒來之後 他們拒絕 因為他們很想 常常說是夢吧 就是可能是假的 結果呢 有一次他們就醒來 然後就在附近的田野醒啦 就是他們可能 被鬼呢 搬出去還是怎麼樣的 嗯 被他們趕出去 可是夢有啊 很像那個什麼 立英雜會出現的鬼屋 你有什麼心得 你的分數多少給人告訴我們 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是 波哥山 旅遊網站呢 將波哥山列為 柬埔寨呢 最鬧鬼的地方之一 有些人呢 在窗戶上會看到幽靈 波哥山站呢 是法國殖民時期留下來的著名的建築 但是呢 他有一個悲慘的過去 受法國政府委託啊 專門為柬埔寨殖民地的精英們 打造的 避暑聖地 波哥山陣 據報導 其建設資金來自 對柬埔寨人民徵收的重稅 在1925年竣工時啊 大約有1000名公認的 史以惡劣的工作環境 上世紀70年代末 這裡成了紅色高棉士兵的一個據點 他們在這裡殺死過很多平民 也有很多那種骷髏頭耶 這個不能播這個不能播 所以這裡死過幾千人就對了 喔那 那那個地方會不會有很多鬼屋 那如果大家有去 前不在的話這邊 就是也可以去 因為這是旅遊景點 但是 就小心一點 OK好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個 最後呢是 共開島 共開本呢 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小島 怎麼可能是鬼屋呢 其實這個島啊 被稱為謀殺島 因為在1975年到1979年 紅色高棉殘暴統治期間 他曾是紅色高棉的 監獄和行刑地點 這裡也是成千三萬受害者的 集體目的 住在當地的居民說啊 他們曾在夜裡 看到穿黑襯衫的鬼魂 並因為令人芒果悚然的哭聲 而緊閉大門 有時這種情形呢 甚至會發生在白天喔 喔 欸這個地方 好眼熟喔 我覺得這好像是每個人 去那邊會必拍的一個景點耶 是不是 還是在那種電影場景 好像有看過 喔對啦 瑪雅士金字塔啦 因為這個就是 瑪雅士金字塔的樣子啊 我以前在玩某個遊戲的時候 有這個地圖 所以我覺得很熟悉 喔所以 遊戲有這個喔 對啊 喔 其實這邊拍照還蠻美的耶 這裡就是有 成千上萬的人在這邊 過世可能還有什麼鬼魂在 所以 哇 去那邊也是會很怕怕的 對 而且很常發生靈異事件 還是有點想看我們去那邊 用狗狗流星撤鬼耶 當然不行啊 我們就去 想看我們去的人 可以告訴我們 當然不行啊 OK好大絕羅跟著的想法 最後這個 共開島 這個 有點算鬼魂的地方 對 看起來 雖然蠻可怕 但是好像又好像蠻美的耶 留言告訴我們喔 留言起來 好沒錯 但我們今天看完了 柬埔寨 五大 千萬不要去的地方 但又好像可以去的地方 因為他們其實算是 有些是旅遊景點 或是 曾經發生過很多 靈異事件的 鬼屋啦 所以呢 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 如果你怕的話就不要去 如果你膽子夠大 就可以去這五個地方 對我們今天地點都有講 但柬埔寨現在呢 好像還是先不要去比較好 而且現在在機場啊 或者警察會問說 他們關心你啦 你去柬埔寨要做什麼 如果大家只要看到什麼打工啊 高薪工作啊 然後就是 只要會電腦什麼都不用的話 還會幫你付機票 寫那個千萬不要去 可是台灣不是很多高薪的工作嗎 為什麼一定要跑去 可能因為疫情啊 很多人在台灣找不到工作啊 很親近的人片 我小同學 大學同學啊 什麼的 就可能真的有高薪工作吧 但是 可能沒那麼輕易可以做到這樣 就可能真的也要一些 專業的 專業的領域的東西這樣 就是如果你沒有特殊技能的話 人家為什麼要用高薪 聘請你過去工作 那今天看到這五個地方 覺得哪一個讓你 最不敢去 其實我都不敢去耶 但是我會想要去看看那個吳哥酷的 你剛剛說那個瑪雅金字塔嗎 喔對 我那個會蠻想要就是看他 現場看一下他那個聖 就是很漂亮的景色這樣 但其實這樣看起來就覺得蠻可怕的 因為有點暗黑詭異的感覺 喔對對對 而且我記得有些那種什麼 美國電影什麼的 有類似像這種情形 就是好像你去那邊 然後會走不出來什麼的 放青陽省鬼屋 我覺得這看起來真的是蠻漂亮的 然後有點想進去探險 拿狗狗就進去衝進去探險 好看如果你們的訂閱我的影片的話 請趕快訂閱我的影片的 鈴鐺 訂閱我的頻道 一定要追蹤喔 大家會支持我們 阿克思的感謝支持我們 那現在的 左邊T呢 應該開始預購了 那下方有預購連結 大家要按起來 預購起來 對然後現在預購的話呢 會有預購的免運價喔 那之後我們就會恢復原價囉 所以大家一定要預購起來 有黑色跟白色 然後有四種Size喔 是 OK好 那下一集有選第二條台影片見 拜拜 拜拜 大家記得預購我們的T-shirt д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